被杨岚苦追多年,却仍旧难忘旧爱,如今62岁了,还是截然一生。 何以琛相莫里,何以琛对喜欢自己多年的何以梅说,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 哪怕是赵莫琛出走多年,何以琛对他仍是耿耿于怀。 叶倩文对于费香来说,至于赵莫琛对于何以琛一样。 费香和叶倩文的爱恨情仇,想必很多人都有所耳闻。 费香对叶倩文一见钟情,如果不是母亲从中干涉, 或许现在费香和叶倩文也会婚姻美满。 两人相识于威莫,却爱得突然。 出此见面是在一家唱品公司,二十几岁的两个人热情如火。 初见费香,叶倩文只觉得这个男人长得好帅。 初见叶倩文,费香却是一颗心,再也安来不住。 费香想办法拿到了叶倩文的联系方式, 两个人故事就此展开。 平凡的联系,两个人的关系,与方亲密。 费香多叶倩文,更是爱得难以自拔。 叶倩文不仅仅美丽大方,还幽默有趣。 费香不仅仅高大帅气,还细心体贴, 人品更是没话说。 郎友亲切友谊,却迟迟等不到两个人告白在一起。 时间是最好的催化剂, 暧昧上头的两个人终于在爱意中走到了一起。 在一起后,两个人更是甜甜蜜蜜,如胶似漆。 费香和叶倩文更是爱情事业两得意。 两个人谈恋爱,也没有耽误发展事业, 名气也是水涨船高。 费香对叶倩文真的选没话说。 那时候的费香是很多小女生心里的白马王子, 自然围绕在费香身边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时间久了,叶倩文就担心费香会有二心。 费香为了让自己的女朋友放心, 对于外边阴阴厌厌,是一概不理。 费香的主动拒绝,让叶倩文安全感十足。 很快两个人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本以为是幸福生活的开始, 却不成实际上是悲剧的开始。 费香带着叶倩文回家见自己的母亲, 到了费香家里以后, 并没有叶倩文期待的欢迎, 而是费香妈妈的冷眼相待。 是的,费香妈妈看不上叶倩文, 深觉她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面对费香结婚的请求时, 费香妈妈也是丝毫不给叶倩文面子, 当着叶倩文的面,就反对儿子和叶倩文结婚。 这让叶倩文很尴尬, 伤心又觉得被伤害的叶倩文哭着跑出了费香家, 甚至是不愿意再和费香有牵扯。 为了缓解自己的情伤, 叶倩文一头扎入了事业上。 费香这边却从来不愿意放弃, 她一直在等着找着叶倩文。 在费香的坚持下,叶倩文想明白了, 费香妈妈不喜欢自己没关系, 费香喜欢自己揪心。 想通了之后, 叶倩文毅然投入了费香的怀抱。 为了能够得到费香妈妈的同意, 叶倩文和费香不惜贵求, 却还是没有用。 做尽了一切的叶倩文, 再一次感受到了费香妈妈的决心, 她累了, 叶倩文决定和费香分手。 被分手的费香也彻底失望, 决定远走美国。 到了美国后, 遇见了杨岚, 面对杨岚的追求, 费香无动于衷。 杨岚知道费香忘不掉叶倩文, 也觉得自己走不进她的心里, 她放弃了。 叶倩文绝对是个干净利落的女人。 离开费香后, 叶倩文全情投入到自己的事业里, 直到遇见了林子祥。 之所以能够认识林子祥, 是因为林子祥妻子吴振元的接手。 是的, 你没看错, 就是吴振元迎郎入世。 才华横移的叶倩文让林子祥心动, 林子祥也知道自己已经是个有父之父了, 所以也不敢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只是感情这件事情, 并不是你想克制就能克制的。 随着两个人对音乐的交流, 探讨增加, 林子祥的感情愈发难以控制。 叶倩文也并非不安情事之人, 他看懂了林子祥对自己的感情, 他对林子祥也有着别样的情愫, 所以放任自己的感情。 两个人关系太暧昧, 这让吴振元有了危机意识。 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本想拆散林子祥和叶倩文, 却不想坚定了李子祥 要和叶倩文在一起的心。 林子祥决定和吴振元离婚, 给叶倩文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 两个人无视外界的风言风语, 热烈地在一起了。 只是两个人结婚多年, 却没有孕育一个孩子。 在外界看来, 叶倩文和林子祥过得很幸福, 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想必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而费祥年过六时还是选择不结婚, 一个人生活。 对于曾经的那段感情, 叶倩文和费祥都留下了遗憾, 最后也真诚地祝愿两位, 能够身体健康, 永远幸福。 61岁费祥现身英国牛津大学, 满脸黑胡渣, 帅气迷人, 独居国外, 住别墅。 歌手费祥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一组近照, 和粉丝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照片中费祥穿着西装, 身处英国牛津大学, 打扮相当帅气。 他脸上满是黑胡渣, 看起来有些是没有打理自己的头发和胡子了。 即便如此, 这样邋遢的费祥已久俊到吊渣。 许久不见的费祥还是那么不擅长自拍, 将手机镜头放在了自己脸下面。 不过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仍然能看见他深邃的五官和高田的鼻梁。 这张照片中费祥坐在演奏会现场, 现场人满为患, 气氛火热。 除此之外, 费祥还在照片旁配文, 表示自己在牛津大学, 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艺术歌曲音乐节。 两周的研讨和演奏会, 他从早忙到晚, 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费祥还表示, 牛津大学是文明世界的高等教育中心, 这里的古建筑和大学生的青春活力, 形成了强烈而有趣的对比。 以上照片曝光之后, 引发网友热议。 很多人都说, 费祥不管从哪个教徒拍照, 永远是那么帅气迷人。 还有人让他多多分享近况, 让粉丝安心。 看见费祥如此充实的生活, 着实令人感慨。 众所周知, 他曾是圈内知名歌手, 凭借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 火遍大江南北, 靠着精致的五官, 令无数女性粉丝沦陷。 时至今日, 大众对他的喜爱依旧有增无解。 可惜现在的费祥已经很少出现在荧幕前了, 他将更多的时间都放在了私人生活上。 据悉, 费祥如今定居在英国, 生活惬意。 他在英国有一栋别墅, 房子面积相当大, 装修也很古典。 因为一直是单身, 所以费祥过着独居生活, 也没有家人朋友在身边。 他家里只有两只猫咪。 好在费祥本人并不觉得孤单。 有时候他会外出参加聚会, 有时候则是一个人去外地旅游散心。 前段时间他去了意大利米兰, 除了消暑之外, 还为了吃全世界最好吃的冰激凌。 不管如何, 都祝福费祥, 王后的生活能一直安逸充实。 也希望他能早日回到国内, 为大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